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Samantha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電筒 今天要介紹這三支 G2X Pro、Teticle和MV 因為近來大家去很多露營、行山 晚上都需要一支夠光 照明非常好和耐用的電筒 所以今天我就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就記得看上去 首先介紹一下這個G2X系列 它上面的握手柄這個位置 用了Neutron Polymer的塑膠 下面這個位置用了金屬 還有它有一個IPX7的1米防水功能 所以就算掉落水或下雨都不怕弄壞它 好 講一下這支G2X Pro和Teticle有什麼特別之處 就是它上面用了Reflector的反射杯頭 令到我們照出來的時候 光源可以平均地擴散出去 好 講一下這支G2X MV 它就用了Max Vision的反射杯頭 令到我們照出來的時候 會更加廣泛和更加柔和 還有它最遠是可以照到115米的距離 那麼遠 好 講完它們的外觀之後 我們就要講一下每支電筒的光度 第一支要講的就是G2X Tactical 它的光度可以有600流明 但是不好處就是它只有1個光度 好 第二支就是這支G2X Pro 它就好少少有兩個光度 第一個光度就是15流明 第二個光度就是600流明 比起剛剛Teticle和Pro更加光 好 第三支就是這支G2X MV 這支也是有兩個光度給大家選擇的 而且它的照明是比剛剛那兩支更加光 第一個光度一樣都是15流明 第二個光度就是800流明 比起剛剛Teticle和Pro更加光 我自己最推薦這支G2X Pro和G2X MV 是因為它們兩個都會有兩個光度給大家選擇 有時候你知道晚上找東西的時候 你沒理由用到600或者800流明 那麼高光度去找東西 就會殘傷眼睛 所以15流明這個光度 在比較暗的環境去找背囊 在螢幕裡找東西就不會殘傷了 而600和800流明 就可以在一些 可能在走山的時候 照明一些比較遠距離的東西 就會比較方便 聽完我說之後 是不是大家都心動動想買一支 這麼實用的電筒去露營 或者去行山呢 那就記住上來我們PTS Steel Shop選購了 還有我們PTS Steel Shop已經開了MIV 大家記得按回我們做Friend 到時就可以一起聊天 還有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我們都會盡快回覆你們 記得CLS comment、Like和Share 出去告訴你的朋友 原來PTS Steel Shop是有電筒賣的 那就記得上來買一支去露營去行山 拜拜